PPT能够看到吗 所以 我们学校没有固定的学校学生宿舍 所以是与其他的一些房产公司进行签约 每次都可以给同学们介绍不同的物件 这是其中的一个物件 那样子 这是单人居住房 到达学校撑车加上步行 一共大约22分钟左右 家具 一开始住进去会有这些家具 费用也大概是3万到4万的这样的一个费用 一个月的生活费的例子大概是这个样子 网络费全部都包含在房租里面 所以一个月大概6万到8万左右能够生活 另外这是另外一个物件 是离学校比较近的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的话是只要步行7分钟就可以到达学校 也是有一定的家具 费用也是在这里 这个物件的话费用会比刚刚那个稍微便宜一点 大概3万到4万前半左右 但是这个物件的话没有洗衣机 是公用的洗衣机 所以会有一个洗衣费 大概一个月的生活费也是6万到8万左右可以生活 是很明显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生活费用会比较大量